稍早之前NBA官方公布了2022年克利富兰全明星首轮票选结果 西部后场方面史蒂芬库里以2584623暂时成为了本届全明星的票王 东气其莫兰特分别以78万7690和66万9033排在第二三位 而第四位的则多少让人有些出乎意料 竟然是两年没打球的克莱汤普森 他以36万7743的总票数力压太阳后场双和德文布克338526克里斯保罗315912 能够把带领太阳高居全联盟第二的两大功臣给挤在身后 不得不感慨勇士这人气真的太可怕了 上赛季太阳能够从人见人气的云南一举击身成为进入总决赛的热门球队 保罗和布克这两大后场核心绝对是功不可没 而本赛季截至目前 太阳仍然以29胜8负的战绩暂居西部第二 证明自己上赛季能够击身总决赛绝非偶然 作为太阳的头号得分手 布克长均可以拿下23.9分5.3篮板4.5助攻 虽然整体得分相较于上赛季有所下滑 但布克对于进攻效率的把握性 确实要比过去几个赛季好上太多 42.1%的三分球命中率也是他职业生涯 首次突破四成门槛 而另外一位后场核心保罗 在休赛期以一份四年1.2亿的顶星续约球队之后 也并未就此消极代工 虽然得分有所下滑 仅为14.1分 但10.1次助攻却创造了最近8年以来的最高值 为全联盟唯一一个助攻上双的球员 可就是这样一个已经在联盟效力17年之久的老牌球星 竟然都比不上一个两年多没打球的克莱汤普森 这确实是有些说不过去了 相继遭遇ACL和跟健伤势的克莱汤普森 自从19年总决赛之后 便再也没有在NBA赛场上登场亮相 不过在1月10日主场和骑士的比赛中 克莱也将迎来久违的赛季首秀 之所以在没打球的情况下都还能获得如此多的票选 很大程度上还是要败库里和勇士的超高人气所赐 作为连续五届全明星得主 克莱曾在15-19这五年间连续入选全明星 无可挑剔的球技加上和蔼可亲的开朗性格 也让他迎来了诸多球迷的喜爱 勇士本赛季在他还没有归队的情况下 以29胜8负的战绩暂居全联盟第一 因为战绩的加持 也使得克莱在全明星票选上多少有了一定的优势 而此番克莱全明星的票选数 也成为了球迷们争先讨论的话题 稍早之前甚至一度冲上了美国地区的热搜 不得不让人感慨 这就是大球势和巨星的影响力吧 能够在九输战争的情况下 还可以利亚米切尔利拉德保罗布克这些炙手可热的核心球员 克莱这次估计真的要创下一个新纪录了 至于他是否配得上现在西部后场第四票选的位置 一切都将在他于10号付出的比赛中揭晓答案 对于他这种并不怎么依赖身体打球的射手来说 只要手上的感觉还在 恢复到巅峰的八成水准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而如果他真的可以上演王者归来的剧情 也算是用实际行动打脸质疑了 对于是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